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DSE2022年的Paper 2 第22條的MC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它就說 In the Figure ABC 即是這個 It's a Right Angled Triangle 就說明是直角三角 就說明with這個角度 ABC 即是這個角度 它就說 Let D and E B points lying on A C and B C respectively 分別地 而Such That 說明就是 A B E D A B E D 即是這個四邊形 It's a Cyclic Cotinental 即是原來接四邊形 它就繼續說 If AB 即是這條線 就是660CM 另外 A D 即是這條 就是572CM 另外還有就是 B E 即是這條 就是275CM 它就問我們頂的 C D 即是這條線 到底等於多少 好 事不宜遲 拿點答案子出來再說 由於整個關鍵 火器都很先進 按個按鈕 整個圖都出來了 大家不用期待 真心可以看著來做 省點時間 非常方便 不要急 慢慢來 先講解這圖 我加工了一些東西 第一樣就是 它給了我們一些資料 三條邊的邊窗 就是這條是660 這條是572 這條是整條B E 就是275 那我就記錄在這裡 它有說過這條是90度的 我也記錄在這裡 題目說的 那我就自己加工了一些東西 那我就把AE連貫起它 用一條虛線的連貫起它 另外 它說這個四邊形A B E D 是一個圓來接四邊形 Side Creek Cotelanto 所以其實 意味著有一個綠色的圓 這樣套住這四點 A B E D 那我就畫在這裡 那便方便大家 在和我講解 那意思是上條題目 就是叫我們找這條線 就是CD 即是紅色這條線 是不是 我記錄它做紅色 找紅色這條線 到底是多長 那我就首先講一講 這個三角形A B E 其實我由它為黃色 方便我講解 這個三角形A D E 我由它為橙色 那便方便我講解 那就是你了 OK 好了 明顯地第一件事 我看到一些東西了 Clearly 我看到些甚麼呢 其實我會看到 就是 這個角形A D E 不如我給個 藍色算吧 這個 藍色的角度 我幾個角度 都是90度 那 為甚麼會是90度 我先把這個角形A D E 我自己覺得都是90度 那 角度 A D E 即是藍色這個角 再加上對面這個角 即是說這兩個角的加起來 應該就是等於 180度 用的原因當然就是 是甚麼來的呢 我轉過一點點 原因當然就是 Opposite Angle 就是Sidekick Clearly 中文就叫做 原來接四邊形對角 所以 換言之 我們心裡有數 直角度A D E 就會等於 90度 即是說 將這個加90度 調過來變成 90度 180 再減90 就是等於90度 即是這個角度 我可以記錄在這裡 好嗎? 接著我們不如看看 這個黃色的直角三角形 好嗎? 即是 IN 這個的直角三角形 A B E 即是說黃色的一個 先給你一個 方便我們講解 還有就是方便你溫習 讓你有效能一點 我自己很想 就是找藍色這條虛線 AE 我會看到 根據不是定理 Particle Espirum 就是AE的二次 就會等於另外兩條邊 分別就是這條和這條邊的二次相加 就是660 它的二次 再加275 它的二次 原因當然就是不是定理 就是Particle Espirum 所以換句話來說 即是說 現在AE的二次 根據我們按機 就是660的二次 再加275的二次 這個數字也挺大的 繼續按機就是出 511 225 即是說 將二次調到旁邊 正負開方巾 所以其實就會出 有兩個答案 AE等於 正負開方巾 511 225 開方巾511 225 其實是715 所以第一個數字就是出 715 我就說AE 有第二個 當然就會出負 715 不可能出負 所以這個就是 rejected 中文叫寫去 為什麼不可能出負 原因AE是什麼 是邊的邊場 怎麼會出負呢 難道縮入去嗎 所以其實我們心裡有數 這個就是715 那麼多個Cm 而事實上 順帶說一說 我幾個是 整個圓 綠色這個圓的直徑 來的 原因 這個位置加在那裡 或者這個位置加在那裡 所以這個還不是直徑 是吧 原因是converse of angle in semi-circle 半圓上的圓周角是譯定你 但是他沒有叫我們證明我不說 OK 接著就進去吧 我自己的肉體 那就不如我嘗試找一下 這個粉紅色角 好嗎 那就 粉紅色的角 我想找一下 好嗎 或者我用圓筆 好像舒適一點 我想找一下這個圓筆的角 剛才好像顏色也不太漂亮 OK 好 算吧 我用藍色算吧 好了 我想找一下藍色這個角 那這個角是多少呢 其實根據這個直角三明 我們會看到 就是根據tangent的定義 就是這個邊除這個邊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tangent 就角度 就角度 BAE 那會是什麼呢 就是275 這邊 那邊 就再over 就是660 所以我們按機 原汁完美 不如我記錄在這裡 角度BAE 5 變成Shift Tangent 接著這個就是275 再除660 這樣就刪褲戶 原汁完美應該會出 就是22.619 就86 495度 我抄了它下去 所以你自己記住這個藍色角度 就是這個 或者我指它出來 好嗎 就是 22.619 86 495度 OK 我想找一下這個 紅色角度 這隻是多少 這個紅色角度 其實我們可以運用這個橙色的直角三明 對不對 好了 我們就告訴別人 就是 這個 橙色 或者我不要太迫 好嗎 那我把螢光幕 把這個意思上來繼續做 我在這邊做 就是 就是 橙色三明 就是 ADE 然後 給我一個卡 讓你溫習也有效能一點 精神一點 那麼 繼續 我們會看到 就是想找紅色的角 對不對 在這個山形裡面 我們有這兩條邊 和這個角的關係 當然是 所以我就會看到 就是 靠 這個角度 紅色的角 叫做 EAD 就是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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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715 把 cos 調到旁邊 shift cos 然後按這個 572 再除 715 所以其實這個紅色的角度 你都不難發現 這個角度 EAD 那 其實就是等於 原汁原尾 抽下去 計數機出價 就是 36.86 989 就是 765 所以 我更新它 在這裏 好嗎 就是 16.869 89 765 所以換句話來說 換言之 我們心裡有數 整個角度 BAC 就是 整個大隻 這隻是多少 換言之 整個大隻 我相信 就是 角度 BAC 這兩隻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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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們就拿 全部加上 他 不如我們就拿 四色色 好嗎 看看 其實都不用拿這麼多 好像很煩 OK 我就把 22.619 86 495 再加 36.869 8 89 765 加完 這個原汁完美 我給你 OK 計數機應該會出 59.489 就是 76 26 那麼多 OK 所以 換言之 我們現在來 看看這個大大的三角形 這個也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OK 所以我們來 就是 IN 這個三角形 ABC 我們會發現 其實就是 我今次最想找的 就是 這條邊 就是CD 是吧 那我們有 啊 我們有 這個 我們借用這個 都可以的 他和這個 660 這條邊 和這條邊的關係 如無意外 就應該是cos 所以其實呢 我就會這樣寫 cos 59 9.48 97 626 那麼多度 好了 就應該會等於 將 660 嘩 小一點 好了 就會等於 將 660 就再 over 好 就 下面 就是572 或者我寫好一點點 拆了它再寫一個 好 上面就是660 下面就是572 整條這條 就是572 再加一個 紅色的CD 我最想找那條CD OK 所以其實我只要將 這個 cos 這批東西 我都不想抄了 Copy and Pay 算了 就是cos 59點幾度 是不是 就再乘回 好了 就 這個 572 再加一個 再加紅色的CD 就等於 660 OK 然後再將這個 除過去 cos 59點幾度 成變 隨隨隨 即是 現在左邊 我會寫為 572 再加一個CD 1,5 加那個 1,5 2,5 5 5 4 8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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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6 6 所以換句話來說 CD是多少都不難發現 理論上會等於留住1300 將572減過去 即是1300-572 所以最後答案應該會出728 當然給單位人是用CM 所以答案是728CM 正確答案應該是這個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選擇 正確答案是728CM 正確答案是C 終於完成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特別問題 這個是詳細的問題 至於後面的頁 這個就是詳細的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影片完結 我們再見 拜拜